全民行攻略 住戶請就位 歡迎回家 歡迎歡迎 歡迎光臨財富大樓 趕緊先請 歡迎 太好了 很好 顏值非常的高 尊貴的住戶大家晚安 大家好 我是財富大樓的曾主委 曾慕春 對 這個是我的本名 想要培養國際官嗎 就要跟上今日的住戶的思維 今天都是顏值極高的 都是屬於天花板即日人物 太感人了 介紹第一位 她怎麼會是財經節目的主持人呢 歡迎鄉茵茵 第二位雙語節目主持人 陸宜貞歡迎小陸 第三位英語脫口秀的主持人 聶雲 第四位浮誇系的鋼琴家 蔣老師 再來投資專家老王 高效率的學習教練 Carol學姐 來 現在康英聽說要來 跟陸宜貞啊 小陸 要宣傳個網路節目啊 財經綜藝的這個 財經綜藝 是不是 因為我就是代表綜藝 它就是代表財經的部分 是 兩個元素組合在一起 這樣有沒有覺得合理一些 就是彗星撞地球啊 厲害了 那節目名稱叫做 我們叫做 B1 Btalk Btalk 這是什麼樣的概念 完全是講就是 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 我曾經參與過 來 這個是希望這節目 什麼時候播出 已經播出了 第一集 第二集 對 因為他還有一個部分 是專門教小白 就從來沒有接觸過 OK OK 叫必勝客 叫必勝客 對 老師來上課了 好會喔 就是邊教邊吃披薩 對不對 邊教邊投資 太感人了 身大謙立委有來我們這邊 教課 支持他們 謝謝 第一次來我們節目裡面 聽說他只花了 百分之二十的時間 就能考到高分的 一種硬考數 來Carol介紹一下 好 陳可好 還有各位現場的 來賓們大家好 那我這本書最主要就是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我們從小到大都在念書 應該念了超過二十年以上了 可是為什麼 我們都沒有變學習專家 其實就是查在方法 所以這本書裡面 最重要的就是告訴大家 能夠用最精華 最簡單 最正確的方法 能夠通過高校的考試 一定要支持他 好 謝謝 各位尊貴的祝福 我們今天的賽事 非常的緊張 有請官員會 最高層級的主任秘書 非常熱辣惹火的這一位 蔡善華 為了公共介紹 電堂級的大獎 好 我們今天要送給大家的大獎 包含 寶貴電雙人組 以及舒爽靜翼床墊組 還有我們的運動紓壓椅 SPA雙人型 以及雲霄飛車麻將桌 希望大家可以用你們的智力 換取財力 看看誰才是我們今晚的 智慧大富翁 好 人人都想當智慧大富翁 大富婆 但人家有點本事才行 好不好 總答題時間一分三十秒 二十四個信箱裡面的 總智慧獎金 智慧新幣十五萬 第一回合智慧開箱 再主題 請注意 根據有023年調查 台灣人的財務規劃能力 還是風險抵抗力差 請想答 哪一個差 財務規劃還是風險抵抗 風險抵抗 風險抵抗 風險抵抗力比較差 請接腳 好不容易搶到 規劃 對啊 第一題的 中文系 他是中文系的 真的是中文系 中文系 是財務規劃差 不是風險抵抗差 對 美人姐是我學姐 不要看過別人 抽一個下水耶你 好 那麼最近他們 做了一個調查 結果發現其實台灣人 在極上的金融指標當中 反而是風險的抵抗力 是最好的 但是財務規劃的能力 最差 包含在哪些地方 可以看得出來呢 比如說像是 沒有訂定財務的目標 或是帳單常常持久 以及在這個 財務規劃上面 沒有並且去做一個審視跟檢查 所以就會讓自己的財務規劃 常常出問題 那個中文系的這個財經專家 你自己注意一下 好不好 中文系 好不好 來 請出下一題 若不希望Google街景地圖 有自身的住處 我們更要求模糊 還是刪除圖片 請想答 來 Carol 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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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模糊 後面你還找 不知道找哪個建築物 都模糊 因為有一次她剛好拍到我婆婆家 然後我婆婆的臉 就剛好被模糊掉 你婆婆臉模糊了 對 模糊 可是你婆婆有去申請嗎 依妳看 依妳看 都被妳認出來是妳婆婆的 是不是不夠模糊 有道理耶 這應該可以模糊刪除是嗎 請揭曉 真的模糊 好 當然大家還是有自己的 自身的一些隱私 所以這個Google的街景地圖 一旦一不小心拍到你 或者是拍到你家的這個建物 如果你不希望是會被露出的話 你其實可以在她的這個 右上角三個點的設定 這邊去提出申請 並且畫出你希望可以模糊的這個區域 會經過審查之後如果認定 的確這個會侵犯到你的隱私 它就會幫你用模糊的方式 不會被看得很清楚 我可以這樣子喔 街景地圖有時候 它是三百六十度環境的 這基本上看到誰誰就知道 剛好在那邊等車這樣 就被拍到 對 這也很難講嘛 可是我聽說那個處理時間不一 就是你寫email去 希望把自己模糊掉嘛 假設大概最快大概 四年半左右 他會幫你 四年半 有個朋友 四年半 結果都搬家了 搬家了 已經不差那個 太久了吧 這東西是馬去送的 背哥吧 背哥吧 腰臉中性吧 最起碼他有提供 他有這個想法 對 Tarroll 不要笑 伺惠心弊 請選擇 我選我的生日 八樓之三 請開箱 對 請出 下一題 請假修持 是因為需要請假 而對於家人朋友 還是上司同時有負罪感 請搶答 請假修持指的是什麼 Carol 家人朋友 對家人朋友有負罪感 對 為什麼 因為通常題目會這樣出 都是出比較不可能的答案 因為上司同時太合理了 因為在公司 好好請假嘛 對不對 對 對 他們有負罪感 對 而且關我屁事 所以不要跟你當同時 上司同時把你屁事 就是 是家人朋友嗎 請揭曉 還當同事嗎 不行 要在意一下 對啊 你請假了 不是已經在陪家人了嗎 好 接著呢 現在不少人喔 因為他有責任性了 然後又擔心麻煩別人 所以就會所有的請假修持 這樣你是想請假啊 或者是呢 想要調休啊 或者是呢 只是要排這個職業的時間 只要是要去跟公司的人講的時候 就會覺得呢 要需要先做點心理建設 很怕造成大家的負擔 如果請假 剛剛上司同事什麼 什麼Piece 對不起 我的同事 我是覺得 對不起 我的同事 有些效果要大到好處 太多 因為你出去還是要做人的 你知道嗎 不好意思 來 請出下一題 威士忌合法之一的HIGHBO 是在威士忌中加入氣泡水 還是汽水 請唱吧 香茵茵 氣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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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相反喔 在這個威士忌呢 這個加氣泡水 這個HIGHBO的合法呢 是在十九世紀 那個時候呢 英國的有一個高爾夫球場 有一個人呢 快要輪到他要上去打了 但是呢 那時候酒還沒喝完 情急之下呢 他就把威士忌加到旁邊的這個 氣泡酒裡一飲 氣泡水裡一飲而進喔 結果呢 當他剛好喝完的時候呢 就是前面有一個人 打出非常漂亮的一球 他就高呼HIGHBO 結果呢 就被大家誤以為 他用這樣的一個喝法 那個酒的名聲 叫做HIGHBO 是... 應該是真的嗎 應該是真的嗎 來 注意什麼請選擇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請看一下 一萬元 天啊 像樣 所以這要運氣啊 運氣的成分滿好的 還有一分零一秒 請出下禮 今年在土耳其 除毛還是執法成為了 吸引各國旅客的熱門項目 請搶答 憔音好爽喔 來 執法 為什麼不太長 旅客 旅客應該是除毛 好 講了就不能改了 好吧 那就執法 搞不好答錯 執法 請介紹 因為其實執法費用 有囂張的高昂 因為畢竟呢 它必須要在你這個 由頭髮的 比如說呢 這個後枕部的這個區域 之間呢 把它取一整個頭皮下來 或者是呢 這個分數上把它拿下來以後呢 再把它種到你想要種植的部位 會有數千個非常非常細小的傷口 那如果呢 在歐洲其他地方來進行執法 這價格真的是非常的貴 大概呢要一萬美元左右 平均價格 但是土耳其只要三千美元左右 所以呢 大概只有三分之一的價格 也興起了不少人 會特別跑去土耳其執法 哇 滿另類的旅遊方法 對啊 旅遊 來 康茵茵 支援新秘請選擇 六樓之五 也是六樓 對 六樓之五 請 開箱 兩千元 兩千元 不曉得我們是不是只有一個一百 隨便抽都比那個... 隨便抽都比那個大 那個中間的... 那個江老師 跟我們一起玩好不好 我不知道... 我這邊沒有通電 我這邊沒有通電 沒有通電 沒有通電 好 我們再來處理 而且怎麼按不到 請出下一題 百貨公司一樓長沒有洗手間 是因為風水的問題 還是要增加民眾停留時間 請下答案 為什麼康茵這麼準啊 我不知道 增加民眾停留時間 增加民眾停留的時間 請揭曉 那必須要往樓上走嘛 對 對不對 還有一些電梯很聰明 現在有些百貨公司聰明 一樓到二樓 二樓到三樓 三樓到四樓之後 它換到另外一邊 沒錯 一點繞過賣場 繞過賣場 從另外一邊上 對 看更多 對 它讓你逛一下賣場 對... 這個很聰明 來 四位行幣 請選擇 八樓之四 八樓之四 因為一百旁邊 應該會是好一點的吧 一百旁邊 那當然就是兩百了 請開箱 九百 好 原來湊一千 蔡主秘請主席 有 SHOO症狀 症候群的人 見到強光 還是吹到風 會打噴嚏 見一下 小鹿 強光 見到強光 就會打噴嚏 請揭曉 你猜了 你真的知道嗎 我沒有不說 HHOO 我猜了 HHOO 就是光明感嘛 HHOO HATC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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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是光明性 噴嚏反射 其實在全球有17到30%的人 都有降低一個狀況 那有引這個白種人 還有女性是居多的 有沒有因為這樣打噴嚏過 沒有 我就是自己有才選這個 原來我是光明性反射噴 噴嚏反射 反射 反射 妳看得跟我看得不一樣嗎 中文老師認真我 光明性反噴什麼射 噴嚏反射 好 吃尾心碧 請選擇 我選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請看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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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千 九千 這時候看到九千就很開心了 來 把握最後39秒 請諸曉禮 社群平台TikTok還是Instagram 竟然會讓美國的紙本書 銷量大幅提升 請搶救 答案是 TikTok TikTok 讓紙本書銷量大幅提升嗎 請揭曉 你怎麼猜的 好厲害喔 好 你知道嗎 其實現在在TikTok上面 有一個這個hashtag叫做booktalk 那其實上面就會有很多人 他們會把他們看的一些書 這個書籍裡面的一些內文 或是他看了這個書以後 內心的一些感受 把它拍成小短片放上去 那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 很多人都在用抖音 所以他可能看到抖音的這個東西 就認識了這本書 就會對他感興趣 連帶去買書 所以現在書商 他們就發現了這個商機 因為他們之前就有看過 有一本書 他已經放在這個架上三年了 連續三年只賣三本 可是就有一天 他突然就銷售一空 而且賣到綁手的位置 後來一查才發現 原來是抖音上面 有人把這本書放到了混層 好 江江英又是你 怪了 八樓之六 多一點 請開箱 好厲害 好厲害 請坐下一個 這段許多的電影和展覽 都有口述影像 其主要用於服務視障 還是聽障 請搶 好 小鹿 視障 口述的影像 用於視障 獨存是吧 是 請接受 真的 好 其實現在針對視障朋友 越來越多的這個便名服務 他們會有口述影像 也就是說在他看電影的同時 他因為聽到電影本來的一些聲音 演的對白 但是在不要影響這些進程的過程當中 會有一個專門的人 可以幫他們口述影像 讓他了解說 現在這個場景 演員的表情 還有他的穿著 大概什麼樣子 才能夠更全面的融入到 電影的情節當中 他很會說才行 像我媽媽 他有在那個交大幫忙包 妳媽媽 對 他有幫忙包 因為他是一個廣播電台主持人 他有幫忙包 錄這些有聲書 就是要去描述這些影像 讓他更有感覺 滿好 誰答對了 哈囉 不是 你就是你 你們今天四個是陪著 才能錄影 對 有 我有一百塊 可是我怎麼按不到 哥 我們加油 那個江老師 我剛剛是不是在半個鐘頭前 聽到妳說要大殺四方 對 真的是不得了 不得了 我以為我鋼琴的手會比較快 你知道嗎 妳 請選擇 好緊張喔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請開箱 哇 哇 哇 其實帳單有四分之一的機會 怎麼都成功 都沒有人選到 對啊 還選了一個一百塊的 奇怪 二十四秒 可能有三題喔 各位 請煮一下禮 根據監洛普調查 印度還是日本的 建業指數比較低 請搶答 他一定會在請搶答 這個聲音指令出來之後 才會通電 他不是隨時還就會響的 他們現在設計一個機制 因為反正有人太早講 對 他不會有反應 所以要很準 剛好在開那個店門的時候進來 好不好 來 印度 印度的禁業指數 比較低 請介紹 對 日本人比較不禁業啊 我們都覺得日本人 好像很禁業 他們願意待在公司 上辦的時間很長 可是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社畜的心態 他們其實對於公司來講 覺得福利制度 並不是這麼好 然後又覺得上辦的時候 滿痛苦的 幸福感指數也比較低 所以他其實內心的 真正的那個禁業感 它是相對於其他國家 比較低落的喔 蔡主兵 蔡主兵 來 小孩再笑乖巧 在家卻常發脾氣 這可能是因為在小 太常被罵 還是耗費了大量的意志力 請想答 還好準喔 真的很準 怪了 太常被罵 太常被罵 所以回家就要發洩 是不是 這是一種反饋 一種平衡 對吧 我猜得 是嗎 請介紹 好 好 有些小孩 那學校表現很好 但是回家可能大哭 大鬧頂嘴 或者是情緒很失控 其實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已經把所有的自制力 都在學校花費完了 那學校老師會管他 還有同償的一些壓力 所以他必須要做一個好寶寶 但是回到家裡頭 他知道這是一個 讓他很舒適很自在的環境 然後這個時候他又累了 所以他就會發洩出他所有 那種不舒服的情緒 原來 合理吧 合理 人們為了符合期待 你會營造出一個狀態 雖然我唸中文 但是我要當財經專家 發什麼之類的 那也會 要維持一個形象 一路走來很辛苦 對不對 真的 不容易 我都完全體會 好 十一秒大概剩一題囉 請 出題 有些完美主義者 愛拖延的原因是 想激發腎上腺素 還是害怕表現不好 請搶答 沒有搶到 陸宜貞 天啊 這有點難耶 我還沒處理愛拖延 激發腎上腺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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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揭曉 對啊 這個真的是送分題耶 對啊 我也會 這送分送彩了 你一定想用什麼 全民新功率的邏輯對不對 因為我有的是 那時候我也會拖到最後一秒鐘 但是我是覺得說 搞不好最後一秒會激出更多的 創造力啊 或者是更多的 我完美主義會有拖延 就是會一直怕表現不好 這很正常 對 想太多 第一回合結束 因為剩不到五秒鐘 不是啦 連按都沒按到耶 真的沒按到過耶 沒有回答過耶 我已經從手 從這邊移到這邊 到發 都已經放在上面了 好 冷靜 冷靜 好 恭喜我們兩位領先的 給他鼓勵 請給兩位 好厲害 第二回合 為什麼要區分兩回合 對啊 因為氣氛不同 獎金不一樣 時間一樣是一分三十秒 但智慧心比已經拉 提高到了二十萬 放輕鬆一點 準備 第二回一直開箱 請助理 和粉絲高度互動 和原自韓國動漫文化 何者是地下偶像的特色 請請答 地下偶像的特色 康英怎麼那麼準啊 原自韓國動漫文化 請揭曉 韓國動漫 請問不好意思 韓國動漫有名嗎 因為我只是覺得 韓國動漫 我不確定地下偶像 會不會跟他們互動 可是 因為最近的那個 韓國的動畫 是有一些東西有出來的 可以看到其實在這幾年 非常流行那種養成系偶像 他們是主打的 不是一般都是 經紀公司包裝的很高的 離粉絲的距離很遠 他們是那種 可以接觸到 可以互動到 然後甚至可以進去 看他們公演 然後可以握手 去支持他們的 所以其實 從這個一開始 我們可以看到 像是日本有AKB 或者是後來 其實像台灣 有一些早期的地下偶像 就從女僕 咖啡廳裡面出來的 他們有一些表演者 他們會唱一些 日本歌舞的Cover 然後也慢慢地 培養出一群粉絲 那就是會用自己的方式 然後去跟粉絲 面對面的接觸 請出 下一個 每週日前開放 分身帳號功能 一個人最多可以建立 二 還是四個分身帳號 請搶答 康英 暗早了 重來 妳暗早了 我暗早了嗎 對 請就下去了 OK 來 好 請搶答 陸怡甄還是怪 我緊張了 你真的很慢 我剛剛 感覺到 我覺得這節目 有點欺負老人 我告訴你 他是亂記你的誠告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曉得 我看著他的 蔣老師 妳的態度像看護的 妳太生氣了 妳太生氣了 不要告你 不要告你 不要自我懷疑 他這個就是設備的問題 好不好 還有機會的 來 小陸 我猜是四個 四個分身帳號 請介紹 好 其實在以前 臉書上面的認定 非常的嚴苛 妳需要用自己的本名 或者是又做一些 身分的認證 但是它現在也可以開放 妳除了大號之外的 也可以有小號 就是妳的這個分身小帳 那這個小帳的部分 就是一個人最多可以開設 就是有四個號 那其實這件小帳 還是有一些規範的 就是像是商店 或者是付款 它是沒有辦法在上面 來做使用 但妳可以用不一樣的名字 不一樣的頭像 然後去做妳想要做的 一些其他的操作 不過如果妳去盜用 一些公眾人物的肖像權 那一旦被檢舉跟發現之後 妳就會被封鎖 可以使用其他小帳的權利了 來 這位新秘請選擇 我又選七樓之二 七樓之二 請開箱 哇 最後一頓 他就默默地就發聲了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現在 因為還有一分十五秒 現在如果剩十五秒的話 我就會請劉佑 找個椅子坐 你知道嗎 因為估計整天 估計跟妳沒什麼關係 但還有一分十五秒 所以還有機會 請醉醉禮 從兩端折一根乾人 義大利麵 不能夠將其折為兩段 還是三段 請嚐 康英怎麼會那麼準的 他們也按啊 奇怪 來 妳說話 三段 不能將其折為三段 我真的是全 這是亂猜 請揭曉 好 這就是搞像諾貝爾獎 他們就說通常我們從兩段折 會覺得它應該從中間淬裂開來 但是你知道嗎 當我們的施加了壓力之後 因為這個義大利麵 它是長形的 所以它會有壓力斷點的回彈效應 所以當它這樣 它會再產生另外兩個力的作用的時候 它一根義大利麵 你兩段折 它會斷成非常的多段 你說什麼 這個人得諾貝爾獎 搞笑諾貝爾 搞笑諾貝爾獎 都會針對一些很微小的事情 搞笑我還勉強 諾貝爾 那你拿一包義大利麵 我來折給你看看 走心的 冷靜 你 你是不是有點情緒 這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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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酒沒有東西 你在搶不到鈕之後 開始有情緒 這情緒 來 蔡竹蜜 請處理 怎麼那麼準啊 因為它運動很強 就是反射很好 好厲害 沒有 是你拿大的確定 我還以為是你 你 那我運動怎麼那麼好啊 是微不足道的錢 還是日常的小確幸 我猜日常的小確幸 那我講美式效應可以嗎 沒有 比較便宜 美式比較便宜 美式比較便宜 對 如果喝到拿鐵 應該就是有一種高級感 拿鐵是高級感 對 拿鐵比美式 因為多的牛奶 我們還有奶 很新鮮的感覺 我就覺得好恐怖 有奶便是娘 是吧 對 是嗎 這要解釋 我們要喝你了 請介紹 好 什麼是拿鐵效應呢 就是有時候我們都會覺得說 我一天當中只買一杯咖啡 應該還好吧 一杯咖啡頂多75塊錢 小錢吧 可是你想想喔 你這樣子每天都買一杯 你一個月就花了 兩千兩百多塊錢 一年你就花了兩萬七千多塊錢 就只是為了 每天的那一杯咖啡 而不只是咖啡 我們可能就買個瓶裝水 買個小鈴嘴 但是這些小小的東西 都會成為我們的理財破口 還有一分零三秒 好 你幹嘛跟著我說 我知道 OK 那個小鹿稍微休息一下 你別表現一下好不好 因為 放空 不要了 不需要跟我施捨了 OK 觀眾都不知道 姜老師有來啊 這完全不知道怎麼辦 而且我覺得我已經很快了 來 請出下一題 世界上的第一款 由AI開發配方的飲品 是調味奶茶 是能量飲料 請搶答 來 教室 OK 我希望我可以答應 應該是那個調味奶茶吧 AI開發配方的飲品 是調味奶茶 完蛋 請揭曉 好難喔 我也以為沒有人想要喝能量飲料 可是是個AI這麼新的科技 設計一個大家都在喝的奶茶 有點無聊了 不是 他應該要造福大家 對不對 能量飲品感覺 你這樣多人喜歡喝的東西 你這樣 像Reibu也不是一種能量飲品 所以它是AI開發的嗎 能量 我沒有在唱你的力量過 能量飲品看起來 我理解 我們請那個爸爸 上話隨便跟他回答兩句 好 那麗姐 他們經典有AI 居然他們開發出了一款能量飲料 而且超級酷的 因為它是根據了人工大數據 上面的去做分析 看消費者他們喜歡什麼樣的一個口味 而且同時它還符合了 歐洲食品安全局所有的規範 並且它這能量飲料裡頭的營養成分 也都是經過了精密的計算 然後推出了這一款飲料 也是AI人工智慧的一種 那你們有試過 有一個來源是 那個OpenAI 他在這邊 讓他來按 他會都答得對嗎 他絕對都答 說不定不一定 說不定我按比他快 你知道嗎 對 那可能 他都答得對 但他按不到 他按不到 他一定都答得對 他按不到 我們這就是很氣人的地方 你們都知道 但是按不到 沒辦法 對不對 都是一些不會的答對 我按到 不是 那個 好 來 我們準備好 來 再注意請出下一題 OK 想用短電話號碼 可以幫助企業增加識別度 還有一些過濾 OK 請搶答 老王 是不是 加油 增加識別度 一定是 增加識別度 請揭曉 好的 確定要上用短電話號碼 比起E-mail 或是LINE的官方帳號 可能需要在登錄的時候 都要做很多的操作 大家就覺得說 沒有這麼的直覺跟人性化 但是透過這樣一個 商用短電話 比如55 688 我們就會覺得 很容易去記憶 同時也可以跟他去進行 更快速的互動 原來啊 八樓之六 八樓之六 水塔邊 可以的 加油 大逆轉 請 開箱 我手上了個七千吧 聊勝於無 是啊 真的 補小補 我想這逆去哪了 這個 補小補 最起碼有進章 真的 請出下禮 現在的曲中音樂會 都有倒鈴 她是指演出前的演出者 還是樂曲介紹 請搶答 康茵茵好準喔 來 演出才是樂曲 倒鈴 樂曲 樂曲 請揭曉 好 好 的確喔 其實有很多的初學者啊 或者是首次進場去聆聽的人 他可能對於這個樂曲的本身 他的前因後果 或者是該怎麼去欣賞它 並不是這麼的了解 所以就有一個導鈴人 他可以去做更完整的介紹 然後對他的背景知識 讓你更加的了解 可以讓你更沉浸在 整個樂曲的氛圍跟體驗 來 請選擇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準備開箱 太厲害了 慶祝 下禮 近期日本開發了一款線上APP 能夠以貓的表情還是情緒 判斷情 疼痛程度 請搶 Carol 情緒 貓的情緒來判斷它疼痛的程度 請揭曉 所以為什麼情緒不容易感覺 情緒太無形化 因為我會聽它的叫聲 它有時候會喵 有時候會喵 它可能是叫聲 可是 對 所以有沒有表情 有吧 它不可能喵 喵 表情 表情擔當 表情比較容易有感覺 我覺得 貓竟是一種比較冷靜 自持的動物 它在野外的時候 它會覺得 它想要壓抑自己的這個表情 不要讓其他的這個動物 知道它其實現在正在不舒服 所以它的那些微表情 對於它的這個貓奴們 是非常難去判定的 所以現在有一個AI的系統 它其實可以去經由這些 非常小的微表情的測量 去看得出你現在 你家的這個貓主 它的痛苦指數 譬如說它可以從它的耳朵 外旋的角度 還有它的這個貓咪的鬍子 上翹的一些這個情況 就能夠反省 其實現在是不是不舒服 這才觀察得出來 貓很會忍痛 我不知道這件事 還有三十五秒 好 妳知道妳能答對幾題嗎 我按不到 加油 請 朱瑟琳 KOL是Key Opinion Leader 那KOC是Key Opinion Consumer 還是KOC 請小答案 麵芸 通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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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是 答案 Key Opinion Consu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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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umer是 消費者 消費者 對 請揭曉 好 憲哥 我替你開心嗎 你知道為什麼 Key Opinion Consumer 好 我們常聽到現在 許多人在行銷的時候 都會請一些KOL 就是這些關鍵意見領袖 但是其實不少的商家 現在也改找這些Key Opinion Consumer 他們是關鍵意見的消費者 那主要的原因 他們沒有像這些KOL 他們可能有那麼多的追蹤員 跟粉絲的群眾 但是同時他們的收費 也不會這麼高 可是他們的TA 又鎖定得非常的精準 因為他可能就是這個 他真的有去使用過 所以他可以用他的口碑 用他的這個見證式的說詞 讓你回去信服他的說法 也進一步的 想要去嘗試這個產品 就是一個專屬於消費行為的 意見領袖 這個很正常 沒錯 他的喜好跟符合一般人 就像我做美食節目的時候 我說這東西好吃 所以我知道 十個裡面有八個會說他好吃 所以我說他好吃 他就是好吃 你才能成為意見領袖 聶筠 聶曉筠 你的時代 完了 完了 你的時代來了 加油 來 感謝我的父母 先弄到兩萬以上再說 來 資本心幣 請選擇 好 冷靜 好好照顧 他說 聞一下 兩萬在哪裡 聞一下 感覺一下 來 聽到兩萬 來 八樓之一 八樓之一 怎麼了 知道什麼嗎 反射性打噴嚏 水塔邊 可以的 準備開箱 來了 很多零 很多零 可以了 可以了 至少有開張了 對 有營業了 開張 應該 還有三題 至少 還有三題 有機會 請出下題 通訊社主要將新聞報導出售給一般民眾 還是新聞機構 請搶檔 陸宜貞 新聞機構 像路透社這一類的是不是 中央通訊社這一類的 他對一般民眾是沒有賣給人家的 他只賣新聞機構 去介紹 厲害 專業 他非常認可 好像是美聯社 路透社 髮型社 他們其實就算是通訊社 他們會把他們做出來的新聞資訊 賣給報社或者是電視台 而不是直接賣給一般的樂聽大眾 所以也因為是這樣的一個關係 他們就會盡量用客觀公正公開的方式 去做新聞的轉型 來 陸醫生 請選擇 喂啊 加油 現在目前你只領先一千多而已 要拉大你的領先距離 要不要 那鏘音音很容易追上來 那我選 八樓之舞 八樓之舞 準備開箱 好厲害 不錯 不錯 謝謝 來 出下一題 Roberto 圍蟲丁咬 養到受不了 可以塗抹大蒜 還是費子水來舒緩 請請答 江老師 應該是大蒜吧 大蒜可以舒緩它嗎 請揭曉 你不是在塗大蒜 一定是個廟方嗎 你大殺四方 我跟你講 你們塗塗看 不要說蚊子了 連任何人都不會接近你 OK 對嗎 Am I right 桑華來 不要理它 說你的 來 好 如果你被蚊蟲叮咬塗大蒜 這其實是偏方 千萬不要誤信偏方 因為你的大蒜 它的刺激性很強 所以它會治標不治本 短暫的時間 你會讓你覺得刺刺 種種辣辣的那種感覺 好 它會壓過那個氧度 但是其實它更刺激你的肌膚 所以比較好的方式是冰鎮 你可以用冰塊 冰水 稍微冰鎮 或者是蘆蕙 其實也都不錯 那如果真的養到受不了的話 可以再用這個肺子水或肺子粉 冰不是最好的 因為大蒜是抗發炎食物 那個江老師 你是會叫江老師嗎對不對 你的本名叫江偏方嗎 江偏方 對 我教音樂部分OK 但這種部分就是偏方 因為我爺爺都會教我一些偏方 好 謝謝沒有問題了 蔡婷 蔡崔妳請出 蔡婷 蔡婷 月事洗頭相比台事洗頭 服務內容較多 還是價格通常較低 請搶答 蔡婷 服務內容較多 好多 月事洗頭 它剝了哪些服務 它超級多的 它可以按摩 假線能剝的 假線能剝的 假線按摩腳底 OK 好 對 反射神經 然後 反射神經 然後按摩你的臉 有 對 假線我想聽的 然後掏耳朵 可以掏耳朵吧 可以 我就覺得好像整個身體 躺在那邊它都幫你服務一下 服務內容比較 服務 真的 就是 譬如說女生 肩頸按摩 肩頸 肩頸按摩 因為我超級討厭洗頭的 所以我會去找這種 真的 妳洗過 妳長得好好的 妳只會討厭洗頭 很累 很累 那別洗就好了 對不對 服務內容比較多嗎 謝謝妳介紹 往前操了 我們說清楚它到底 服務了妳一些內容 好不好 上樓 好 其實我自己也有 嘗試過月室洗頭 它的服務內容非常非常多元 因為它其實在幫你洗的時候 也用那種草藥去燻妳 然後它這邊還會有一個東西 可以這樣淋在妳的脖子上面 讓妳覺得更舒緩 然後甚至會幫妳去角質 按摩一下腳 掏耳朵 刮頭皮 所以因為它服務相互很多 因此它的洗頭的價格 也比起一般台式洗頭再更貴 大概一次的價格 要降近一千塊錢 它等於就是一個 跟做SPA沒什麼 對啊 類似 就是又比較 對SPA要三五千 它只要一千 不合適的 來 陸怡震 我選七樓之三 七樓之三 加油 準備開箱 好強喔 一百塊 我倒是目前最多 因為還有七秒鐘 所以我們有最後一題 好不好 大家盡快 給我 最後一題 請助理 現在的行李箱多位長方形 但是最初行李箱是 追撞還是圓頂的設計 請搶答案 康音怎麼那麼準啊 康音 來 圓頂 一開始的行李箱是圓頂的 為什麼 我不知道我亂猜的 很多復古的電影 它不是都會帶著圓頂的 對 或是一些精品 他們可能做一些復古的案子 就是會用圓的方式來表現 我只能這樣猜 追撞我倒是沒看過 圓的感覺比較 追撞很容易受傷吧 單腳追的 追撞不容易扯撞 圓形 圓頂應該都會猜圓頂吧 請 介紹 好 其實在這個最初的行李箱 都是圓頂的設計 就是如果這個下雨的時候 雨水自然的 可以從上面滑落下來 就不會沾進你的行李箱 那什麼時候改成 現在這種方形的行李箱呢 是在一八六零年代 工業革命之後 因為開始這個 汽車普及了 火車普及了 那Louis Vuitton就是這個LV 他們就感覺說 如果我把行李箱改成方形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更加 善用車內的空間 可以把行李箱一一的堆疊起來 所以才開始有了方形的行李箱 我還要選嗎 憶憶沒選啊 不是結束了嗎 沒有 我還沒選了 他答對了 行李箱 你還多一個講 主委 是 是 來 鏘憶憶來 選一個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我們今天住戶幫幫忙 竟然沒有抽到一個 六樓之四 五六千 六千 算不夠的 六千以為 好啦 加個六千 還不錯 落差更小 更刺激 兩位超過三萬的 就只有你們兩位 其他人完全沒有 貧富懸殊啊 三萬六千九跟四萬兩千一 恭喜陸一貞 康茵茵 進入冠軍陣度賽 好棒喔 你來試一下啊 好棒喔 這雙輸啊 厲害啦 贏的人可以先選 每個人有各自自己的 三十秒鐘的時間 問題是得答對 裡面所有的獎金 這是不得了 只有這六樓 七樓 八樓 這三層樓可以選 總獎金已經來到二十五萬 領先的人選擇 先答後答 我要後答 後答 對 康茵準備 蔡竹蜜請出題 這胡椒曾經以耳屎製成 指甲油還是潤唇膏 潤唇膏 為什麼不是指甲油 因為指甲油感覺是要有顏色 所以我剛剛之前講色料 可是潤唇膏應該是油 耳屎應該是油 耳垢裡面有油脂 對 我在組織 所以 我猜 請揭曉 請選擇 你以前落後的人是非答對不可 七樓之五 七樓之五 準備開箱 加油 一萬一 一萬一 要還是不要 難 這真的難 好難喔 這樣一下去 你可以換你到領先五六千 因為他現在領先你五千 對啊 我覺得我先你 怎麼樣 考贏 對 要超快 現場三秒 要 要 保留一萬一 這樣 到領先的五千多 很好 換邊髮球 陸宜甄準備 請出題 苦茶油和亞麻籽油 何則富含的Omega3比較多 能夠增強增助力 亞麻籽油 亞麻籽油 請揭曉 好厲害喔 多好的孩子 來 換你落後五千八了 請選擇 七樓之四 七樓之四 好 邊點 準備開箱 好厲害喔 我兩個 好厲害喔 我兩個 幹嘛 要 保留還是放棄 我要 不要說我要 不要說我要 保留 換他領先 就這樣 你看 對 所以差得少就是這樣 討厭 康英準備 請出題 山羊還是老虎 就幾乎三百六十度的 全景視野 山羊 老虎沒有全景視野 它在非洲草原上 怎麼去抓登 可是我覺得山羊 它是為了逃跑 所以必須要有三百六十五度的視野 三百六十度 而且它的眼睛比較特別 老虎好像不記得 它眼睛有特別 就是 這麼厲害 請揭曉 非常好 請選擇 六樓之二 六樓之二 準備開箱 一萬二 一萬二 鑰匙不要 怎麼都是 好近喔 一萬二下來 只領先四千喔 好 就可能答錯喔 對 我也是有可能答錯 我可能也答錯 對 所以鑰匙不要 不要 放棄 換面發球 洛宜一正準備 請出下禮 蝦子的心臟在頭部 還是尾部 頭部 請揭曉 當然是頭部 中分題 好 為什麼八樓之四 智慧神秘八樓之四 準備開箱 一萬四千 我要 我要 妳加了數的話 等於六萬九喔 哇 這樣差兩萬二耶 哇 兩萬二就贏了 康英準備 逆轉勝的可能性大不大 請出下禮 相場青春代導演被稱為四字導演 是因為取四字一名 還是片名四個字 片名四字 片名四個字 還好妳有下一題 片名都是四個字 請揭曉 漂亮 非常好 妳現在答對就有機會 來 沒選到這個還有下一個機會 六樓之四 六樓之四 四 四 準備開箱 有兩萬 哇 一萬零五百 當然不要 也不要 只望著下一集 只望著 會在哪裡啊 最後的機會 請出題 身體乳 最好在每天 喝第一杯水後 還是洗澡後 十分鐘內塗抹 洗澡 洗澡後 洗澡後 時間全部用完 洗澡後 請揭曉 當然是 好 智慧行幣 妳一定要抽兩萬二以上 請選擇 兩萬二就逆轉了 對吧 對 八樓之二 八樓之二 誰來救救我啊 準備開箱 什麼 兩萬 兩萬 好可惜 剛才拿 剛才拿的不是一萬一的話 就有機會 妳拿的是一萬三 剛好 妳剛拿的是一萬三 就剛好贏 可惜了 陸宜貞 恭喜獲勝 送給小陸的好禮物吧 好 我們要送給小陸的禮物呢 另外一個是 漂亮 厲害 知識就是財富 請努力的 為了增加妳的智慧 雷進妳的財富籌碼 打開金庫的支付密碼 周一到周四晚上九點 就在 全民新功率 發展公司 拜拜 好久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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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好久不見 謝謝 謝謝 好久不見 好久不見 謝謝 好久不見 全新賽事 帶你一起長知識 用你的智慧 接受財富大樓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請收看 快點來訂閱